我们继续学习背包企鹅的帽子 帽子部分的勾法前面也是学习过的 然后大家根据图纸自己勾 然后勾完了以后帽子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线头我们需要将它收到这个里面 就这样把它穿到里面去 然后穿到里面和这个线头位置打一个死结 好 然后再翻出来 翻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边缘这里翻一点上去 好 这样起个的帽子就做好了 然后这个小背包呢 我们这里会学习一个新的知识点 叫做辫子针起针法 好 大家看一下辫子针起针法怎么够 我们勾针先在这根线上绕一圈 好 捏住这个线交叉的位置 然后带线穿过这个小线圈 好 拉紧 这是打的一针活结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勾辫子 我们需要勾七个辫子 辫子针的另一种说法叫做锁针 它和锁针是一个意思 就辫子针也叫锁针 好 然后我们需要勾七个辫子 勾针带线 拉过来 好 这样就是第一针 因为它勾完的形状很像辫子 所以也叫辫子针 我们需要在这个第一针上 扣一个记号扣 我们扣在两根线 这个V字形这个线的中间 我们需要勾七针 我们需要勾七针 好 再带线 勾过来第二针 第三针 四 五 六 七 好 你看 勾完是不是很像一个辫子 实际上也是之前我们所说的 一个辫子就是一个V V字形 好 我们勾完七针以后 我们需要再倒数第二针 你看这里 这里是第一个辫子 然后紧按着的这里是第二个辫子 我们需要在第二个辫子上 勾短针 这里 这个辫子这个位置 我们跳 上面的这一根线 勾短针 好 我们又紧着着需要继续勾短针 勾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好 一共勾了五针短针 五针短针勾完以后 我们需要在这个前面做记号的这个针目类 我们要勾两个短针 就是一个短针夹针 好 我们勾了之后 需要在这个短针的对立面 再勾一个短针 好 然后紧接着 我们需要在这些辫子的对立面再勾一个短针 我们这里画个图给大家讲解一下 可能有点不好理解 我们先这个一个椭圆代表一个辫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一共是七个辫子 我们在倒数第二针上往回勾一个短针 然后紧接着又勾短针 然后勾了五针短针之后 我们需要在最后一个辫子里勾一个短针加针 就这样 一个短针在这一面 一个短针在另一面 然后剩下的这还有五针 就需要勾在这些短针的对立面 同样的也是勾短针 好 我们刚刚已经勾完了一边 然后所以我们需要在紧按着这些的对立面 继续勾短针 我们在勾对立面的短针的时候 我们需要将这个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包裹进去 不好意思 刚刚好像出去了 就我们要在这些对立面穿进去勾短针 然后这个线头我们需要放在勾针上方包裹进去 一起勾 好 这样 二 三 好 我们包裹进去勾三针就可以 四 五 好 我们需要勾五针 好 这里因为有点小 所以看不太清楚 然后勾了五针之后 然后我们要在第一针这个第一针这个短针上 勾一针引拔 这样我们就勾完了一圈 好 这样这个包包的这个底部的第一圈就勾好了 这里有点小 可能大家操作不是很方便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勾第二圈 第二圈勾一个锁针 然后我们要做这一圈 勾一圈短针 勾完是十二针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你看 勾完六针 然后接着这里又继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一 十二 好 十二针勾完以后 然后我们又需要在第一针上 勾一针引拔 好 这样我们第二圈也勾好了 好 然后第三圈 第四圈和第二圈的勾法也是一样的 好 然后二到四圈勾完 然后这个小包包就勾好了 勾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需要继续勾这个包带 包带也是辫子枕 我们继续勾辫子枕 这样一直勾直到这个长度合适 距离多少针我也没有数 就这样勾 因为每个人勾的辫子就能松紧 也不一样 就我数了勾多少针 如果大家也按照这个帧数勾 勾出来可能不一定合适 然后大家就这样一直勾 然后我们哥哥觉得长度差不多 可以在这个企鹅身上试一下 这个背包长度合适 再勾一点 就是为它量身定做 好 我觉得这个差不多了 我觉得还有点长 再抽两针 好 勾完以后 我们需要在这一边勾一针 锁针 不是 勾一针引拔 说错了 勾一针引拔 然后再勾一针锁针 这个锁针就相当于打结一样 然后剪断 好 我们这个线头也是把它藏在这个小包包里面 大家自己慢慢藏吧 我这里先随便的藏一下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包包给它背上去 还有点臭 换一面 好 那这个帽子我们就用有金胶 将它固定在这一边就可以了 看大家喜欢帽子在这一边 还是这一边吧 自己选择 然后确定之后 我们就用这个酒精胶固定 我们把这个胶图在边缘 帽子的边缘 哎呦 好像 吐出去了一点 好 一定要确定位置了之后 然后再涂胶 这个胶涂了之后就不能再弄掉了 如果弄掉之后它会发印 好 然后奇额眼睛的固定方法也都是一样的 和花瓣眼睛 花瓣奇额的眼睛固定方法都是一样的 它们大概就是在这个鼻子这一条水平线上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大的位置 然后确定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底面涂胶 好 一定要确定好位置 然后再弄下去 如果酒精就要干的比较慢 可以就按一按一会儿 让它慢慢干 好 然后最后一步是给它们涂腮红 它们两个涂腮红的位置 涂方法也是一样的 就是材料包里不包含这个不包含这个腮红 就是小姐姐化妆用的腮红口红都可以 但是口红的话就是注意一定要少一点 因为不容易弄匀 如果有小刷子的话就更好了 这个用小刷子刷比较好 就以眼影刷子一种 然后涂一点腮红 我这个眼睛还没有干 涂腮红注意要少量多次 就不要一上去就弄很大一块 如果实在弄很大一块把它毁了的话 大家可以用水洗一下 好 这样切了 就做好了 最后来我们还需要说一下这个样式口怎么连接 需要用到这个开口圈 我们先把这个开口圈挂在玩偶上 然后再挂入这个总金属的钥匙特 如果家里有尖嘴钳的话可以使用钳子来挂 就可以把它弄紧一点 这样没那么容易掉 如果是自排这种钥匙扣的话 需要先将这个钥匙圈扣上 然后这个自排的钥匙扣它是可以打开的 好 这样我们就能将这个钥匙扣上 şeh这个钥匙扣上 但是 PEA 但是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